大家早上好啊 那今天呢就是2024年的7月1号星期一 今天呢我们要从福岗坐火车呢就去到另外一个城市长崎 也就是1945年8月9日被美国的原子弹轰炸过的那个著名的长崎 那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呢就是JR北九州的三日洲邮券 那这个三日洲邮券的价钱呢就是12000日元 三天可以在北九州JR的铁路上呢使用 我们已经预定好今天我们的车票了 那我们首先呢就要从我们现在所住的福岗市天神区 坐地铁呢去博多车站 再从博多车站呢坐火车到五丈温泉 再从五丈温泉换车到长崎市 那在五丈温泉换车的时候呢我们换车的时间只有三分钟 所以我们会是非常的赶 那我们会不会成功呢 大家呢就要将这个视频看下去 看我们能不能够成功的换车 那好现在我们就出发吧 今天是福岡这里的一个阴雨天 根据天气预报呢 到了长期呢 天气也是预期会下雨的 那我们现在呢就先走去地铁站 那我们现在就在地铁的天神站 现在我们就是要买那个测票 去这个博多站 这里的话可以选择的语言 那就是做一站的话就是210 所以就丢钱进去 这样子测票就出来了 然后就进去 这个呢就是福岡这里的地铁站 我们要去的地方呢就是 活多 我们现在是在天神站 所以我们是要的去活多站 所以就是应该要坐这一边 我们先去找个地方排队吧 现在地铁就排了 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 而且是一个星期一 所以人好像还好不算特别的多 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博多站这边排队 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博多站这边排队 在博多站 排队做那个 剑洞的扶梯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博多站了 准备坐火车 那在坐火车之前呢 我自己的习惯就是说 因为现在是早上 而且还没有吃早餐嘛 所以我就会去买一个铁路的便当 准备在火车上吃 这里就是他这里的便当的选择 很多 看你自己喜欢什么 那现在我就买了我的早餐便当出来 我买的是这个牛肉的便当 大大的一盒 1200日元 在日本的车站呢 一般就是会有很多的这种店 卖那种土特产啊 卖铁路便当啊 卖面包啊 什么的都有 比如说我前面的这间面包店 它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面包 看起来都很诱人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进站了 进站的话就是将这个 车票放进去 那我们做的是早上8点12分的 所以是在7号轨道 那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这个7号的轨道 我们来看啊 这边我们看到7跟8了 7跟8呢就是要从 这边 上去 就是在这里 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看到7号 8点12分 就是我们去长崎的火车了 那我们这里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是2号车厢 座位是5B 所以就要去找这个2号车厢了 大家呢就可以注意一下 它地面上 那一般来说 那一般来说是会有跟你写说 是 幾号车厢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也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的 这个 景色是如何的 那这一辆车呢 那这一辆车呢 就是我们要做去长崎的火车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 准备上车 我们的车厢呢 就是2号车厢 我们去长崎啊 冬头还要在五丈温泉 下车换去另外一辆车 好现在我们就进去 哇这里还有一个这么特别的 然后我们做的是5号轢 这就是我们的位置啊 它这个呢 车厢呢还是蛮宽敞的 而且每个位置呢 也是非常的宽敞的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里呢 就是有个小桌板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 脚的前面呢 还有非常多的空位 放下来呢 就放我刚才买的那个早餐 它的列车这里啊 上面还有那个 阅读灯的 然后这边呢 有那个帘子呢 可以打下来 然后上面这边呢 是有这个刮衣钩 所以还是买 是新化的设计的 现在呢是早上的8点23分 我们的这趟车呢 就终于开动了 这趟车 远钉的发车时间 应该是早上的8点12分 这样子我们 9点20分呢 就会到达武藏文泉 9点23分呢 就可以坐上 新干线 接完长期 那现在这样子看呢 我们应该是 没有办法赶上 我们的下一趟车 那就正好 到了武藏文泉之后 我们要 坐 下一趟车吧 本日は北部九州地区で発生いたしました 大雨の影響により 那现在我又准备吃了 我的这个 铁路便当 他还送你一包紙巾 跟一双筷子 还是蛮贴心的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早餐便当啊 三重牛肉 然后 有两种 咸菜 这个好像 应该是豆芽 这个是那个 蛋 蛋 現在是早上的9點29分 我們到這個武藏溫泉站了 現在下車 但是至於我們街服的那趟火車會走的什麼情況 我就不清楚了 我們看 我們的車就在旁邊 9點23分的長期 我們坐2號車廂 指定期 對 這個就是我們的那個列車 估計他是知道 前一趟車 有延時 所以他就 我們說的是19號C 就這裡啊 我是C 我們看到這個是新幹線 所以他這個車啊特別漂亮 而且大家看到沒有 他這個靠北啊 是有這個木板的 而且這個窗口呢 特別的大 特別適合呢 大家觀光 然後這裡也是有蓮子的 然後我們看一下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他這個靠北這裡是沒有那個小桌板的 那個小桌板呢 其實就是在這裡 在這裡 這樣子打開 這樣子 讓他給 拉出來 這樣子 你可以將你的東西放在這裡 就好像飛機上一樣 是不是 然後他這裡還有 日文 英文 中文和韓文的 高斯台 在這個 左衛的椅背上呢 還有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這個呢 就是可以 讓你掛衣服 或者掛 袋子的 大家看到沒有 其實這裡還有一個 這邊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靠北 他的靠北 是蠻舒服的 但是他的那個桌墊 就稍微有點薄啊 所以 有 一點點的 底屁 有很多人喜歡在高鐵上 或者新幹線上呢 玩那個利硬幣的測試 我呢 沒有辦法利起硬幣了 所以我只好給大家 看一下這一杯水吧 大家看一下吧 這個水啊 其實還是動得蠻厲害的 而且 現在我的耳朵啊 會感到 有一點 耳壓 大家看到嗎 這個水 在不停的動 然後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他這個 座位啊 座位 是 蠻漂亮的 那 在這個 新幹線上 你們他的座位 想用 飛機的座位 這樣子 就是 有個按鈕 這樣子你按下去呢 就可以將你的靠北呢 往後 推 往後靠 就好像我現在這樣子 另外一點呢 就是 他的 這個下面呢 是有兩個 插座的 你可以在這裡呢 給你的 筆記本 電腦啊 或者手機啊 充電 但是你要 自己幹 你的那個充電器 跟相關的 那個 充電線 這邊 我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 廁所 這是 南廁所 就是 小便是 一個吸收盆 然後另外 他 還有一個 南部 都可以用的車 就是這樣子 他 是非常的 乾淨 這邊呢 就是有一個 洗手盆 好 現在長期站到了 現在的時間 是早上的 9點 59分 以原定的 9點 54分 晚了 5分鐘 我們現在去要出站了 我們現在去要出站了 那在出站之前呢 我也走到車頭去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日本新幹線 他的車頭 是什麼樣子的 這就是我們剛才做的 這個 日本 新幹線 的車頭 子彈列車 是蠻漂亮的啦 而且他的 車廂內 的裝飾 也是非常的不錯 所以 假如我們當初是可以從福岡 一直坐 這個 子彈列車 從福岡 直接來到這個長期的話呢 那就會更完美了 好 現在我們去出站 他這裡 的這個 火車站 是 弄得非常漂亮的 我們看一下他 這裡啊 他這裡有一些 這邊的 住民的 地標 這一個是那個 天主堂 這個我們應該 等一下會 去 看 那好 現在呢 我就來到了日本九州的長期了 那今天呢 因為 在日本九州的部分地方呢 有下大暴雨 造成了部分的火車 服務呢 就中斷 或者服務 延誤 那我們的火車 從福岡的國多站出發的時候呢 其實也是延誤了十多分鐘 但是非常幸運的 我們的火車到了五熊溫泉 轉換站的時候呢 我們要換去的那一趟 新幹線列車呢 其實是有 等我們的火車到了之後 才發車的 那我們呢 就在五熊溫泉 出發的時候呢 就是延誤了八分鐘 那到了這個長期呢 那我們其實就延誤了大約是六分鐘 那今天沿路都有下的大雨 所以火車的速度應該也是有減速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是非常順利 而且平安的 從福岡來到了長期了 那這個視頻呢 就到這裡結束了 假如大家喜歡我的視頻的話呢 請為我的視頻 點讚、訂閱、分享以及留言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